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 我们继续来关注英姨双方互扣邮轮事件的相关内容 把时间交给吴鹏 好的 英峰 伊朗官员13号透露被扣押的伊朗邮轮格雷斯1号将很快获释 连续来英姨双方围绕释放被扣邮轮进行了磋商 并交换了重要文件 这引起了国际媒体的相关的关注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英国卫报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 交换文件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来看具体报道 德黑兰方面称 伊朗邮轮是根据虚假的指控被扣押的 在交换了相关的文件以后 英国正考虑释放邮轮 此前英国一再排除任何交换的可能性 而眼下伦敦接受私下沟通 这本身就释放了积极信号 伊朗采取软硬坚实战略 英国出于政治考量 也有可能做出让步 只要伊朗澄清船只去向 不触碰欧盟对叙利亚制裁的相关法规 伊朗邮轮有望很快或是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英国《每日邮报》的相关的报道 双方都寻求尽快地来解决目前的危机 报道中提到扣押邮轮事件 令伊朗和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 同时英国已经确认 加入美国牵头组建的护航联盟 英国和伊朗的关系十分的敏感复杂 连日来伊朗政府和国际港口组织 为释放邮轮做了不少工作 在欧洲的间接协调下 英国也对尽快解决问题表现出了兴趣 支部罗陀方面表示 英伊双方正在努力 寻求解决危机的最佳的一个方案 德国之声在一篇报道中提到 扣押邮轮将局有望在近期被打破 支部罗陀方面对伊朗邮轮的拘留令 将于17号到7 当地法院预计在15号 对是否延长扣押作出决定 尽管此前英国态度十分强硬 但是眼下德黑兰和伦敦 正在就户扣邮轮事件进行接触 如果伊朗邮轮被释放 那么英国的被扣邮轮 也将很快得到妥善处理 如果护扣邮轮将局被打破 那么伊朗与西方的谈判 或许也可能找到突破口 最后要看到的是 卡特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欧洲其实不愿 夹在美伊矛盾的中间 英国已经表态 如果得到伊朗不向叙利亚 运送石油的保证 就可以归还伊朗邮轮 欧洲也多次暗示 英国不要让事态升级 报道中说 欧洲一直试图把扣押行动 与美伊矛盾划清界限 最近发生的海上摩擦事件 很大程度上 源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引发的矛盾 对于伊核协议和对伊制裁 欧洲和美国的立场并不相同 欧洲不想在美伊之间选边站 也不愿被夹在美伊矛盾中间 好 现在我们再把时间交回给英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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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